超人真少年 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人真少年 這一集我們要跟大家講斷照 這個技法呢 就是當金屬經過壓力或是經過重結了之後 它就能夠變成你想要的東西 錢嗎? 不是 不能變成錢 總而言之呢 當經由斷照這個技法之後 大家都應該在上一集都有一點點概念 就像是以前小時候的幻想一樣 他會把一個鐵磚 然後拿一個金屬 用一群人在那邊敲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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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 不過這個只是其中的一種斷照方式 它還有用弱錘的錘打的斷照方法 還有第三種就是大家比較少見的 叫做壓力斷照 你要不要跟觀眾講一下這三種的差別 你覺得觀眾會聽不懂嗎? 講得好就不會聽不懂 如果我講完 觀眾還是不懂的話 對 這樣子 這三種斷照的方法 其實分別就是錘斷應該不需要再解釋了 弱錘斷照法呢 它會有一個膜 不管是上下膜的方式 或者是上面是平的 下面有膜 然後說產出東西來 那也是弱錘斷照法 那第三種呢 就是叫做加壓鍛造法 加鍛造法就是給予它壓力 所以其實鍛造機裡面 從幾公克一路到好幾噸都有 那今天我們要拍攝的這個地方 非常之屌 它有8000噸的加壓鍛造機 它可能不會像是重力錘一樣 會這樣砰砰砰 打出火花或大量的煙霧 但是它就會這樣子 就是你會聽到那個金屬有一個 那個聲音 一打開 成型了 人才 就像是員工一樣 他需要壓力 那你需要壓力嗎 我其實最近想說 我們要不去找身心課的業配 還是贊助之類的 輔導我一下 然後順便輔導一下 我們全公司的員工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影響 大家都會聽到模具 模具對不對 好我跟你講 自從看我們頻道 你看到三年之後呢 你再也不是一個漁民了 其實模具有分成非常多種 加工工學有分成非常多種 鑄造也有分成非常一樣的多種 以後你不要再被別人騙了 在以前的影片呢 我們有拍過鑄造嘛 就是把一個東西 然後把它加熱之後呢 把它倒到一個模具裡面 鍛造呢 其實雖然它在熱鍛裡面 它也是需要加溫的 但它加溫的這個東西 本身不會是把金屬熔掉 這給它壓力 那鍛造為什麼離我們的生活 如此的接近呢 其實舉凡你的生活的五菌工具 廚房用品或者是汽車交通輪框 它全部都是由鍛造去做成的 你這背景太假了 假嗎 假啊 這背景假嗎 你看看這背景 喔 差分證 剛剛關於那六個樣品圈 你打壞了嘛 那這邊麻煩你牽手一下 假嗎 輪框呢 有分成鑄造跟鍛造的 而鍛造輪框呢 通常都是用在跑車 或者是一些改裝車當中 各式各樣的鍛造輪框 有沒有特別喜歡的 我就喜歡左邊第二顆 我們這臭男生的頻道 問男生實在是太不準了 我們來問一下我們後面的新同事好了 來攝影班的女生 請問這幾個當中妳喜歡哪一個 那個紅色的 為什麼 原來是鋼鐵人的顏色 所以妳喜歡鋼鐵人 還好 換妳好了 我選兩個 我覺得白天跟晚上都不一樣 白天是有質感的水電工 所以是這個 啊晚上是發氣壞壞的水電工 所以是這個 我發現這樣問不準好了 你們覺得在裡面哪一個最貴 這個聖誕樹 為什麼 它看起來很複雜 複雜的應該比較貴吧 但是看起來複雜 它就是一片料就直接切一切 那花時間比較多 那妳覺得咧 我覺得是這個金色的 金色的為什麼 有點像廟會的顏色 神明金 用貼金的 所以它比較貴 對 所以妳看女生 不懂男生就是這樣 沒有 因為妳們知道貴的價值 不是這種外表的虛華 我們是內涵有內在的 比如說像這個 在這個CNC的切竅裡面 妳有沒有看到它裡面有很厲害的細節 小刀製成 還不錯像這個 一般的輪框 CNC嘛 大家都看過了對不對 除了正面洗之外 妳看還有沒有洗這個側面 放進去一點點 放進去一點點就好 放進去一點點就好 這個 這個紅其實蠻厲害的 這種往內砍的感覺 它是一片式的往內 那妳有沒有看這個 雖然它看起來很浮誇 但它真的很浮誇 我反而覺得這個沒有這麼好搭配 就像是一個家酒妹 妳拿一個CNEL包 就是 小心把臉喔 89年次的妹妹 拿一個CNEL的包包 怎麼樣 不好搭嗎 除非它撐得起來 那表示這個人貴氣B的 我是搭不起來 所以女生看的 一定跟男生看的不一樣 大家都喜歡看CP值嘛 我們就是身為製造業裡面 我們看的是做工的CP值 CP值的男生妳喜歡哪一個 第二個 它螺絲鎖的比較多 喜歡鎖螺絲是不是 因為妳喜歡鎖螺絲啊 就是螺絲啊 欸妳也是喜歡第二個 對 妳看 我也喜歡這個啊 我剛剛說有質感的水電工 就是開那個 那有質感的鐵工開什麼 開你後面那個 很像金肉人的文靈那個 喔那有質感的木工開什麼 木工喔 木工騎車 木工騎車妳好好講話 妳知道鐵工應該用什麼嗎 什麼 鐵工其實應該用這個 因為鐵工你要載鐵板吧 因為鐵工廠它會焊接會拋光會怎樣 然後妳在經過那個工廠載貨的時候 妳的髒是比較黑的髒 木工呢 木工適合這個 木工的粉呈什麼顏色 是不是跟它很像 不會髒 水電工比較適合嗎 適合這個 我覺得梁師傅蠻適合這個 那妳適合什麼 我嗎 我剛剛看了以前其實我蠻喜歡這個 我覺得這好大 適合我的車 我覺得這也蠻特別的 妳知道妳在那個 美國西岸 HIPHOP的那個 對對對 就這個 特別 這個做起來應該蠻開心的神料 所以剛剛哪一個到底最貴 所以妳們猜出哪一個最貴的 少女 這個 神明金 妳咧 就那個聖誕樹啊 妳咧 黑色的 妳咧 也是黑色的 果然男生懂 這個最貴 兩片式 就是兩片式的製程 就是要一次做兩個 然後再組在一起嘛 然後再來是 兩片式的工法跟這種單片式 本來就不太一樣 所以兩片式的通常在市面上的價格 會比單片式的還要貴大約四成 40% 那鍛造輪框當中 妳知道單片式的哪一個最貴 如果我們去掉這個 正中間的這個 為什麼 因為我剪穿路上的影片 就知道這個喜帥不容易 我們還會這個細節 放進去一點點就好 妳知道為什麼 會有這麼多人 想要換奇奇怪怪的框嗎 因為帥 當年這個老闆就是這樣 當年這個老闆就是想要 去買一個屬於他下巴的框 但是他買不到 整個市面上他找不到 最後呢 他就決定自己開一間 做輪框的廠 然後就做到現在獨子龐大 所以今天我們要帶大家看的是一個 輪框的製造之 就是斷造輪框 只要講到製造呢 首先第一個事情 我們要了解就是材料 其實輪框的材料呢 從最早期從木頭 然後到鐵皮 然後一路到現在 最常用的就是鋁合金 因為它的韌性好 而且要夠輕 所以在現在很多工業 跟很多的製造上面 他們都是使用的是ARUMI 而材料講完了之後呢 第二個我們要講的就是技法 在一樣的材料下 你使用不一樣的技法去製作 你出來成品它的效果跟葬力 還有它的功能性都完全不一樣 所以說斷造這個東西 它就會讓你的ARUMI 讓它變得特別的堅固 有韌性 所以說呢 鋁合金這個材質 它除了夠輕之外呢 它的強度 或者是它的耐衝擊性 也都是非常好的 而且尤其使用斷造這個的技法 那它的價錢 當然也是比一般鑄造的輪框 還要高足非常多 所以你要發動呢 我剛剛其實在想一件事 就是這個鑰匙在哪裡 所以你沒有鑰匙 我沒有鑰匙 然後這也不是我的車 其實你有沒有從這個當中發現 我算是非常不適合跑車的人 我想我覺得你還是用走的好了 為什麼我們在斷造這一集呢 會選擇這間公司 就是他們其實在台灣 少數擁有就是8000噸的斷造機台 然後呢 同時駁川他們又是一個 就是籃球愛好者 而且你看老闆 這擁有這個滿山滿谷的跑車 從小學機械掌大賺大錢了 小女生喜歡哪一台 我喜歡那台 這個喔 啊 我覺得它的車造型滿酷的 那你覺得千金喜歡哪一台 小孩子才做選擇 反正我們都買不起 好 車庫看完了 讓我們去看現場啦 你知道鍛造框跟鑄造框 之所以最大的差別就是 鍛造的框喔 你的結構如果設計好的話 它本身的強度就夠強 所以夠輕 那一個輪框它少了幾公斤 它兩槍叫起來 就會把你整體的車子的總重往下降 然後總重往下降之後呢 就會聽到這些什麼 經過我們三天三夜的剪接跟調音之後呢 我們的調音是決定放棄的 各位朋友 所以你現在知道工業頻道是非常難拍的吧 所以請訂閱我們的頻道 加入我們的會員 或者是使用超級留言 他都能夠繼續支持我們的頻道喔 那我們開始配音吧 鍛造鋁圈的生產方式呢 其實有分幾個步驟 當材料來的時候呢 我們會先把它送到聚蟲區 一段一段的把它聚出 我們所要使用的材料跟大小 我們將這些鋁塊呢 慢慢的送到加熱區 接下來我們就進到鍛造囉 很好 在鍛造這邊聲音依然很龐大 我們什麼聲音都沒收到 這個呢就是我們老闆說的加壓鍛造 有沒有看到下面的小火焰 其實跟上面一點關係都沒有 它只是為了要加熱它的模具 或者是加熱它的弓箭 當大家都覺得軟Q軟Q的時候呢 我們就用力的把它加壓成型 我們現在讓大家聽一下現場的愛好聲 而鍛造呢有一個最大的重點 就是要它改變它的分子密度 經過它的壓力呢 能夠把金屬物件延伸出更大的面積 用完之後我們就有鋁框的初步形態囉 但是我們的輪框這種樣的寬 到底是怎麼樣成型的呢 我們就是要用旋的 沒錯 我們的老闆聲音完全也還是受不到 我們一樣把這些剛成型的小寶寶慢慢的加熱 加熱之後呢 一路到後面我們就寄到它的旋形區 旋斷呢最重要的部位就是要做出它Ring的部分 其實早期的旋斷圈的Ring呢 大部分都是直接鍛造延伸再擴張加工的 但是呢材料實在是過於浪費了 你知道在工業上就是要省錢 省錢再省錢 因此呢在這20年來都是用旋斷去成型的 你看它是不是講得很用力很大聲呢 但是重點大概就是這些 而省型的過程當中呢 也會再次擠壓鋁圈的外圈 讓分子的密度提高提高再提高 強度更好更好再更好 好棒好棒真的棒 你就這樣大家真的聽得懂嗎 真的嗎 真的嗎 那你知道省是什麼東西嗎 知道 說說看 我說的不好 看來是你講得不好 我這麼說好了 你們有沒有聽音樂 喜歡聽樂團嗎 喜歡 聽什麼團 五月天 我会练不XXX 你要相信音乐啊 好不好 重点是 乐团啊 你最重要的你知道是谁吗 反正我知道最不重要的是Best手 就是鼓手 因为有节奏 音乐要有节奏 鼓手它不是会打那个 小鼓啊 大鼓啊 股东啊 痛1 痛2啊 然后落地鼓啊 上面还有两个金属的把 一个叫Sprash 一个叫Crash 然后旁边打节奏的一个叫Hi-Hat 然后那个铜把呢 它就是用炫的 所以用炫出来的铜呢 因为铜其实本身很软 它很容易裂 但是它经过炫的加工 跟加热处理之后 它就可以经过 你看鼓手每次这样的 啪啪啪啪在弄打 好 我们回到重点 接下来下一个步骤就是热处理 热处理 很多金属都需要热处理 就像上一集打到一样 为什么要热处理呢 因为它可以更强热 更强壮 更不容易坏 而这热处理的盒子呢 其实打开之后 你能躺在这里 把你送进去 也是可以一起处理的 热处理完之后呢 有了强度 我们就可以开始CNC了 想必看我们频道的超宝宝 大家都有CNC的概念了吧 那我们就不多说了 你看这个漂亮的轮框 是不是就做好了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喷它 让它Bling Bling 然后我们可以抛它 让它刷刷 或者是我们可以震动它 做成小纹路 讲到震动 你是不是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呢 你有没有看到里面有很多的小食指 锥形状的 或是像是个小钢柱的东西呢 各位朋友 这个东西是一个研磨当中 很少人知道的一个叫震动 在业界呢 我们都会说拿去震 take it准 它的重点呢 就是我们在用CNC切完的时候 旁边是不是有点粒粒的会割手 那很多冲男生 跟很多漂亮的女生 都会洗轮框嘛 对不对 那你在洗轮框的时候 你手会伸进去 这样子插进去一点点嘛 那你如果没有被震动过 或者是旁边有霸利亚的时候 手就被割到 那你就是要换车 我总换了光 这个车 干这个车对你感觉不好 好那最后我们要QC QC就是叫Quality Control QC是在我们制造业里面 很常会去做到的事 也是我在当小顾问的时候 很常会去处理的一件事 因为就算在如此精密的生产 跟有再多激巴的主管 你做出来的东西 都还是有可能会有小瑕疵嘛 或不干净嘛 QC就是最后把一些 这个可能要打掉回去重做 或者是最后这个插一插 然后就可以出货了 最重要的步骤 那这些东西用好之后 就可以准备出货啦 而在锻造的种种角色当中 其实压力锻造 它只是其中的一种 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 用轮框来去做这样子的比喻呢 因为轮框 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 每天都必须要用到的东西 不管我们的交通啊 运输啊 或者是你的载机变啊 全部都需要这个轮框的帮忙 而锻造轮框呢 它除了因为经过 由锻造这样子的技术所制造出来的产品 它能够更轻盈 更坚固 更强壮 载程度更好之外 它相对来说 就是照下位高了点 好了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集超人生少年啦 如果你对任何工业知识 有相关的兴趣 或者是想要提问的话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 Apple 而锻造其实分了非常多种 另外也分成冷断跟热断这两种 你知道冷断跟热断吗 顾名思义一个冷一个热 那你知道东西敲一敲说它变热吗 你们小时候我们的经验就拿钢钉 然后这样一直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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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后你敲不下去吗 然后你手摸它会被烫到吗 有 你敲什么 敲 敲了 贝拉敲 贝拉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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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知道它为什么变热吗 因为被打 所以我打你现在应该也没变热吧 其实都是因为弓 你的动作 你的敲起给了这个东西弓 而弓它会产生热能 这个热能它会传递到金属键上 或者是传到物体键上 看来我们要跟大家重修物理学了 看看人家以前的工厂 就是这样是起家的 他们在1999年时候在草屯成立了 于乌日中古的机器厂购物 他在买的时候在1999年成立的时候 他也是买二手机的概念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拍到现在很多的公司 都是从这种小机器 然后就发家致富了 这个腰皮绣子 先买一台小机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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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